在旧约圣经创世纪中 诺亚将所有动物配对并带上了风筝 能带红水消退 便停靠在了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特山 而动物们下船之后 便分布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成为了今天所有动物的祖先 不过这似乎难以解释 这个星球独树一帜的有带动物 又是如何漂洋过海到达澳洲的呢 上世纪地质学家们通过 对印度中部钢瓦那地区的 岩层年代分析 惊讶地发现 南半球各个大陆的岩层 具有许多共性 于是推断地球上曾经存在着 一个所有陆地的集合体 盘古大陆 大约在1.8亿年前 它开始分裂为南北两个超级大陆 分别是今天南半球陆地的组合 钢瓦那大陆 以及如今北半球陆地的合体 劳亚大陆 随之此后他们的解体 也就形成了世界现在的样子 在这个过程中 或许真的有一艘墨亚风舟 那就是从刚瓦那分离后的 印度板块 以头撞向了亚洲 它不仅成就了喜马拉雅山 还让当时南半球的生物种群 在欧亚大陆扩散开来 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实际上在超大陆 正开始解体的时候 地壳撕裂导致的火山喷发 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暴增 并发生了第四次物种大灭绝 此时便是侏罗纪初期 早期的哺乳动物与恐龙趁机崛起 几乎同时出现 这些哺乳动物首先由爬杏动物 演化出了晚生的元寿亚刚单孔木 至今仍然生活在澳洲大陆上 接着又有了后寿亚刚有带木 即如今在澳洲和南美洲 还能看到的有带动物 最后是真寿亚刚有胎盘类 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哺乳动物 有意思的是 后两者最早的化石 都是在中国被发现的 它们都类似附属的造型 或者说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形态 其中一块距近1.25亿年 被认为是有胎盘类哺乳动物的祖先 所以也被称为魂元兽 意思是混沌唯一元气之始 接下来我们又推断 哺乳动物很可能就起源于 北方的劳亚大陆 就这样一群不起眼的小动物们 在恐龙的世界里窜来窜去 之后一路迁徙到了当时的南美洲 其中一批有带木 又穿越了当时的南极洲 抵达了澳洲 今天的DNA分析 以及在南极发现的有带类化石 都给出了有利证据 此时有胎盘类正在然然崛起 它们看起来更加高级 因为胎儿可以在子宫中慢慢发育 依靠胎盘来吸取母亲的营养 除了人类以外 很多一出生就基本能够走路了 而有带木却只拥有一个短命的胎盘 仅够提供给胎儿出生前几天的营养 然后就不得不在几周内把宝宝生下 这种早期哺乳动物的早产现象 也一样出现在今天的大熊猫身上 早产儿出生时往往还处于一团混沌 所以必须要演化出发达的前肢 才能够爬到老妈的育儿袋里虚神乳之 直到能够独立生存为止 这样也注定了它们只能拥有爪子 而不是蹄子 不仅如此 同时哺乳动物 结局却天差地别 有带木的脑容量和新陈代谢都不及有胎盘类 于是在生存竞争中逐渐趋于劣势 甚至成为了胎盘动物的捕食对象 最后纷纷绝迹于各个大陆 而有胎盘类却在恐龙遭遇灭顶之灾时 迅速崛起 成为了今天的地球霸主 那么为什么澳洲大陆全都是有带动物呢 通常的答案是因为有胎盘类赶来的时候 澳洲大陆已经驶离钢瓦那 没能赶上最后一班航船 这一带物就过去了亿万年 直到大约5000年前 第一只有胎盘类野狗才跟随人类到来 还有一种可能 据说在澳大利亚也发现了 在6000万年前灭绝的胎盘哺乳动物化石 有可能是当时澳洲大陆的气候环境已经趋向恶劣 而有带木吃的更少能耗更低的特点 反而成了生存优势 熬垮了胎盘动物 所以对于幸运的有带动物来说 澳洲大陆就是天堂 而对于抵达的人类来说 却实在是运气不好 因为文明的基础并不取决于人 而是能否驯化当地的动物与植物 一旦驯化失败 就无法发展出农业文明 只能长期保持狩猎采集的状态 刚开始还有24种大型的有带动物与人类共存 比如体格最大的双门齿兽 咬合力最强的带尸 被称为老虎的带狼 以及只会走不会跳的短面带手等等 它能凭借演化出的各种生存优势 在屡次兵器中都存活了下来 而面对人类却只能束手就擒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被杀大型动物肯定是投入产出比最小的事情 前面提到人类纵活捕猎的策略 同样打破了整个大陆的生态平衡 加速了物种的灭绝 于是短短几千年间 澳洲大型动物几乎全部消失 里面甚至可能还包括本来可以被驯化的物种 可如今只剩下了攻击性又高 与人类又没用的代数 此时澳洲发展独立文明的大门已经完全关上 恶劣的地理与气候条件 也让狩猎采集的土著人口 始终只能维持在几十万上下 不太可能再有突破 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波人类的到来